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到的是韩永刚博士 那么韩永刚博士呢 他是我们华陀医学研究会的研究员 是常务理事教育与学术部的部长 研究员 专家组的成员 华陀医学科学奖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委员 他曾经失随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王永延教授 以及原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高斯华教授 那现在呢就职于英国的 Chelsea Natural Health Clinic 就是切尔斯自然健康诊所 伦敦中医针灸学院的资深讲师 也是市中联方耀量效专业的委员会委员 常务委员等职 那么他曾经出版著作过 《医学传心录》 《明老中医治疗风湿病的经验》等 《八部的著作》 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2020年开始呢 推广《辅刑诀》 学员呢遍布全球 我想我们今天都很期待 这个《辅刑诀》的演讲 关于我自己本人呢 很简单的介绍 我的主题是安徽合肥 世界华陀医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执行会长 研究员 我在加州 美国加州呢 洛杉矶 成立了一个远东整体医疗保健中心 我是院长 负责人 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我来自台湾 台湾国防医学院的西医学系 在1974年一夜 也是台北医学院的药学系 1981年毕业 也取得了药师执照 美国加州的1983年 取得针灸师执照 85年开业 一直到今天 1988年呢 东方医学博士的学位 曾经任职过加州中医工会的民运会长 北美中西结合学会的民运会长 很高兴来为今天 我们这个主讲来主持 那么跟各位稍微简介一下 就是说辅行诀呢 他是很有名的历史上 我们中医的豪洪景这位道医啊 他的弟子 及豪洪景的学术思想而成书的 主要的内容呢 是将三大类的疾病 所对应的三大处方 县村方呢 有52首 他阐述了 就是辅行诀的两大理论核心 即五位体用 五屑除病图 和五行五位 护寒药精 辅行诀呢 继承了汤药精法的道家血脉 和商寒杂病论 那则创造了 这个就是继承了 这个汤液精法的方药 建构了自己的六经辩证和方证体系 但是没有讲这个汤液精法的治方法则 古今学的传奇呢 始于甘肃敦煌的墨高窟藏经度 韩永刚博士呢 他历经了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复兴觉 造语颇深 那么本次讲座 韩博士呢 就引领我们 打开这个道医学文化的大门 来提升医学的功能 工体 古为经用 是医者之性 也是百姓之福祉 现在我们欢迎韩博士 好 谢谢这个世界华特医学研究会的 程玉婷会长 给我这么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也感谢美国的李景新教授 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帮助我来主持 那么今天在这么一个宝贵的时间 向各位老师做一下汇报 谈一下我对中医的精方 对辅行诀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些心得体会和总结报告 那么我今天的讲座的题目呢 是精方的两大规矩和辅行诀的药对和脚药 那精方 我们首先来谈一下这个精方 那根据啊 就是我上写的这个班固啊 汉朝的啊 大家班固啊 根据班固所作的这个汉书 一文制 方济略啊 这部书啊 是我们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学的专注 是当初汉朝国家藏书的一个总目录 是班固呢 他根据这个刘相 刘新父子两个那个所作的别录和期略 以为基本的依据来编写而成啊 他里边分了六略啊 就是六义诸子师父兵书处述和方济啊 所谓我们说的方济略就是这六略之一 我们的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中医啊 但是在汉朝的这个图书的总目录 这个当初我们中医在当时被归入了方济啊 就是说我们说是当时我们不能 我们名字不是叫中医 你说你干什么的 我们中医不是啊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方济家啊 方济家 那再仔细看这部书 他把当时的这个方济家呢 分成了四大流派啊 这四大流派呢 就是一京派啊 其中呢有七家 京方派有十一家 房中派八家 神仙派啊 十家 也就是方济略 在当时啊 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呢 就分成了 在当时就有四个大的流派啊 其中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就是一京派和京方派 后面的两个啊 流传流传就跟我们中医不渐的分家了 就流传到到家去了啊 所以我们这个后这个中医里面后来就跟这个房中派和神仙派几乎啊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中医很少谈这些这些的内容最后就啊啊 流到后世的道家的这个学说范畜当中 那我们中医的这个内容就是主主体的内容流传下来之后 传承的主要就是京方派和这个一京派 一京派的学术的代表著作就是两本神啊 皇帝内经和难经 就是内难 哎 另外两本啊 就是商寒杂并论和神农本草经 如果再搁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十一家里的汤叶经啊 又叫汤叶经法啊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四大流派啊 分别出了四个经典 而实际上在系的时候应该是五部经典 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汤叶经法这本书呢 流传就是失传了啊 大家看看下一页这个啊 这个方济略里面就关于这个 京方十一家他明确的告语 这京方十一家都是哪十一家啊 很可惜 除了中间啊 我用土黄色标出来这个汤叶经法三十二卷之外 其他的完全消失了啊 就是失传了完全失传了 只有这个啊 汤叶经法他呢通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桃红景的辅行诀来大部分的保留了下来啊 还没有完全的保留了下来啊 主体上还是保留下来啊 那么据此我们就引出了一个概念 什么是京方 是吧 他的内涵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现代的中医人啊 在谈到京方的时候 我们几乎就可以说我们现代中医人所认为的那个京方啊 就是一个 狭义的京方 什么是狭义的京方 就是我们现代中医人一说京方啊 就是只有伤寒杂病论的京方 才是京方 其他的就都不是了 这个内涵呢太窄了 不对啊 因为汉书一文治已经告诉我们京方他的内涵范畴都是什么 原来呢 有十一家都是呢 虽然后来都都失传了 那这些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京方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京方 我们现在说有狭义的京方的含义 有广义的京方 那么在广义和狭义之外 我们再给他看京方的深层的含义 那我呢给他总结成四条 哎 第一条 京方 什么是京方 京方的第一层含义是经典处方 那用个英文词 就是什么呀 classic 我们都知道这个西西方的这个音乐有古典乐有现代乐有流行乐等等不同的流就是古典传下来他们就叫古典乐啊 巴赫的啊 莫扎策的贝多芬的这些他们流传下来这些京音乐他们叫古典乐也可以叫经典乐啊打个比方啊 这些古典乐都是来自于那些经典的大师的而我们所说的京方也是来自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方书经书 那最重要的就是汉书一文志当中所列出来的汤叶经法啊 他是硕国仅存的京方十一家的京方著作 那辅行诀啊和商寒杂兵论都是传承了汤叶经法的内容啊 关于这个呢我就先不展开了因为我以前在以前的工艺课中啊就是非常详细的阐述过这个问题啊 第二层京方的含义就是京方是精选处方 那用个英文词汇就是什么呀 selection啊某某大师很有名是吧 然后他几十年出了很多的专辑啊音乐影集 哎结果呢到了一个阶段性 他做一个总结 他出一个精选集 这是精选 那辅行诀就是个精选集 因为汤叶经法原有的京方数量是365首 是按照一年365篇的惊天之术而来的 那陶孔景呢从这个365首部方当中啊又精心的选择了一下 是吧 这样得出了辅行诀这部书的方书的整个的精髓体系 所以我说京方又是一个精选处方的含义 selection 第三 京方的第三层含义就是精简处方 啊 用个英文词汇 我们说他叫simplification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京方跟我们现在的十方 或者说我们跟我们现在中医人开的大多数中医人开的方子 有什么不一样啊 他的药味非常少 我们现在做过这个统计是吧 国家严令开大处方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开大处方 这个大和小怎么看呢 那 我们现在可能觉得你开十几位药的处方都不算多的啊 我看一般人都开二十多位有三十多位 我在临床上看到最多的一位人啊 在一个中医圈里啊 其实前几年有个人展示过啊 五十几位的中药方 我都怀疑那个是不是给人吃的了啊 太多了 太杂了 但是 以辅行诀为代表的这个京方 他的药味数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简单 他这个 在他的辅行诀 藏福补械方 二十四手处方中 药味 很固定 啊 三位到七位 最小的三位 最多的七位 在他的二旦四神方系列当中 最多的药 八位药 你看 啊 他 他有一个规矩啊 他就是说 不会说药味特别的杂 不会说让你看了这个处方以后 不知道这个处方是干什么的 啊 你一定能够知道 他的这个 处方的这个 祖方的结构 他的阴阳五行 深刻之化 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 现代人 现代中医呢 往往把这个事弄得太复杂了啊 就觉得 哎 这位药 缺了也不行 那位药缺了也不行 然后一大锅 全给他多少 我管这种处方 叫乱枪打鸟 或者散弹枪打鸟啊 就是我也不知道 哪颗子弹 到底会能打中猎如 所幸呢 我也不用举机枪了啊 我用的是散弹枪 一下子几十个钢猪出去 总会有一个钢猪打到鸟 是用这种思维啊 来来这个 开处方的啊 但是这种处为散弹吗 啊 是这样散发性的 但是呢 就有失精准 所以呢 第四层含义 京方的第四层含义 就是精准处方啊 precedent prescription啊 精方他都是精准定位于这个 啊 藏府 得病的那个藏府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藏或者是核心的这个腹或者是核心的这个腹或者我们从五行来说积木顺后组到底是哪一行哪一藏哪一腹有病了 明确了这一点开个小方就行了啊 他是啊 木大了 比如说肝啊 那是木或者胆也是木 肝木出了问题了 木出了问题 那我们就定位木为本脏 我们就开木为核心的脏就行了方就行了 那他是木实还是木须啊 实了我就谢 我就用谢干汤 须了我就用补 我就用补干汤就行了 如果这个病人病情比较复杂 他以这个木为核心 同时呢 可能向上传传到他的母 到了水生木 肾或者膀胱有问题了 那我们再开一个 谢母的大谢方就好了 如果他木有了问题以后 传到子去了 那我们再穿一个小补方 大补方就可以了 所以京方 它是精准处方 小方都是精准 用用于核心的本脏 大方呢 都坚固于子脏或者母脏 所以京方的含义是精准 他用的是举机枪 而不是散弹枪 好 明白了这个京方的四大含义以后 我们再来看京方的规矩 我们不是经常说吗 无规矩不以成方圆 什么是京方的规矩呢 简而言之 我们这个中药学 它实际上中药方计 它是我们中医临床实践 一个有减入繁的过程 最开始都是单位药 从单位药变成了复合药 就是我们说的药对 或者说脚药 然后从小方变成大方 从单方变成复方 简而言之 中药方计学 就是从中药学发展为方计学 什么是方计学呢 方计学就是研究方计配舞规律 和临床应用的学科 那清朝的名医 徐灵台徐大春 他在他的医学原六六 方要离合论说 要有个性之专长 方有和群之妙用 是吧 要个体化 方呢 他讲的是协同 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现代人经常挂在嘴边上说的什么呀 团队精神 你厉害 你只用一味药 你厉害 你是父子 我就用父子 我就用党师 人身 你是厉害 但是那是你个人的 个人能力 但是方计体现的是团队协作精神 所以徐灵台说 方有和群之妙用 方计的配舞可以产生不同的作用 比如有协同作用 也有结抗作用 也有解读作用等等 所以方计并不是中药的简单堆切 而是有着严谨的配舞的法度 所以我们说方计有两大基本配舞原则 这两大配舞原则 我就把它叫京方的规矩 京方的规矩是什么呢 第一 君臣佐使 第二 七情何合 我们来看看啊 大家说 这个韩医生你说的简单啊 但是你说这两大规矩 我们现在是不是都不怎么用啊 确实是我们都不怎么用啊 所以我才是说啊 中医人把这两大规矩都迷失了 那还怎样成方圆呢 啊 我们现在哪个医生他开个方 讲君臣佐使呢 我我我年轻的时候 这我28年前 我在学校刚开始学 28年 不是28年 32年前了 32年前了 在中 开始学这个中医啊 那时候我们去医院实习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 建席的时候老师 我看老师那些临床老师开放 已经看不出君臣佐使了啊 四四四个药是吧 一排啊 几乎最少要开四行啊 一般都是四行 售后五行啊 四四十六四五二十 二十位上下 有的少点 有的多点啊 有的可能还会开六六六行药啊 是吧 这个二十位左右的药 这个药方 你很难分辨出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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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的君臣作使了 因为你把这个事情已经弄得太复杂了 你已经很难说清楚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们哪些是协同作用 哪些是解抗 哪些是解读什么的 说说不太清楚了 因为搁到一起以后 大锅一顿 这个作用太复杂了 已经说不清楚了 你自己开的方子 你也已经解释不清楚了 你也能解释 但是是不是那么回事 已经很很难说了 啊 所以呢 我说呢 这是自己中医人把自己的这个两大配偶原则 京方的规矩祖方之道给迷失了 啊 当然看到这一点呢 那不单是我 很多这个这个非常啊 这个有啊 这个怎么说呢 慧眼识经的医生早就提出来了 比如我们这个补行诀这部书的现代的县夫人张大昌先生 你看看张大昌先生在他的议论遗案集啊 里边怎么说的啊 他说尽管十方的学术造诣比京方差距很大 但尚有规矩不致泛滥难收啊 总比今天国内某些医家之处方好得多 一一要一方用药多治数十位 药量折重八九两性能主次不吃 炮制多数离奇 哈哈哈哈 所以他就说哈 他说啊 初学术是啊 尚不足怪 刚学中医的啊 这个难免啊 你没什么经验吧 啊 赫赫其 其术亦富如是 岂非笑柄焉 如果是个老中医 你已经做了几十年的中医 还开出这种处方了啊 这个 是不是会让内行笑话呢 所以他说古语说的好 不依规矩 不能成方言 不方言 不依六律 不能定五音 啊 这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 对吧 这是张大昌前辈对当今中医界处方用药 没有规矩的批评之余 所可可谓是正中实弊 那他批评原因就是什么 我们中医人在开中药方的时候 忘掉了中药组方的规矩 忘掉了这两大基本的方计配务原则 所以失去了这个规矩的指导 当然就不能成方言了 这是造成中医啊 临床水平和理论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两大规矩 第一个 君臣左使啊 我就说了 我32年前啊 这个进入啊中医院校开始学学中医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已经看不出那个见习的时候 很多这个见习老师 他们开的方子 我们已经很难说啊 他开的方子 哪个是君 哪个是臣 哪个是左使的 对吧 因为药位太多了 你就说不清楚 啊 你只有精 精简的经方 他才能看说得清楚呢 你把他弄得那么复杂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说出来啊 一开开个二十杯药 你说哪个是哪个 哪个是君呢 哪个是臣 哪 对吧 那我们来看看 啊 当时我呢 记得我那个 呃 呃 有几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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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还爱着君臣 做事 谁还爱着君臣做事 哎呀 都是个人的自拟方经验方啊 都是这样啊 那我们看看中医的经典是怎么说的 神冬本草经是吧 神冬本草经是吧 是我们京方派的两大呃三大经典中医啊 经典著作之一是吧 神冬本草经啊 还有伤寒杂兵论 还有汤叶经法啊 神冬本草经本经怎么说呢 说要有君臣做事 以相宣设和合者啊 一用一君二臣五左又可一君三臣九左十也 是吧 啊 首先我们看啊 我现在要纠正第一个现代中医的错误认识 第一我们现代的教科书一号 还有我我当初三十二年前我在中医院校啊 接受正规的中医院校的教育和考试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是怎么说的 老师在这个观点上提出君臣左使四个字啊 君臣左使四个字是四级配武体系 一二三四 就是开出这个要 君是一级 臣是一级 左是一级 使是一级 四级配武体系 我要跟大家说错 不对 是三级配武体系 啊 为什么呢 左和使是同一个级别啊 是同一个级别 不是又单出了一个使要 左要和使要 他是在一个层次 一个层面上说的 这是第一个啊 这个配武体系 这个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看看 本经上说的这个一个方子开出来 他有多少位要 第一 一用一军二臣吴左 那加起来是怎么样 八位要 是吧 跟我刚才说的 辅行绝的要位是一样的 三位到七位到八位 他都没超过八位 对吧 那如果再宽限一些 后边一军三尘九多时 加一下多少 十三位要 所以本经上已经给我们设定了一个上限 天花板 什么开出一个处方 要位不要超过十三位 十三位就是这个处方的天花板 所以当我悟到这一点 当我在传播辅行绝的时候 我跟我的学员都要求 你以后开出这个方子 开之前先给自己设个上限 十三位是顶天了 不要超过十三位 那我现在临床开药啊 我刚用辅行绝的这些年 我呢用的药味多数是九位药 我最开始十一位药 因为我自己知道 经典上说了十三位 那我尽量比这个低 我呢十一位药 那经过一段磨练以后 我现在几乎呢 开药都是九位药 我说我这个水平现在还不够 因为我知道 有位老先生 四川的老中医 姓田 水平非常的高 人送外号填八位 我说我呢 这个跟老先生没法比 还比比老先生还多一位 现在我是含九位啊 争取以后到老的的时候啊 能变成含七位 那这样的话呢 跟这个经典呢 就符合了啊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君臣左使 他的命名是根据药物的 在这个处方中的功效 以及药物之间的 五行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 他们之间是相生啊 是相克呀 是母子关系吗 是谁是母 谁是子 是根据这个来定的 这种理念 是导致我们学 从我们中医院校 通过方济学的学习以后 到临床上 而不使用方君臣左使的 一个重大的原因 因为我们方济学 我们在学的时候 他就没按着这个来 我们看看 现在方济学 怎么样规定的 这个 就是君臣左使 他的君臣左使的内涵是什么 方济说 说君药是针对主病 或者主政其主要治疗作用的药 这是方济学的 对君药的定义 补行诀怎么说的 补行诀说 主于补屑者为君 什么是君药 对最疾病核心的本脏 起到最主要做治疗作用的药物 它叫君药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 假如说 这个木火土金水 我们说木 干或者胆 你说你这个病人 你最后你定好了 它的核心的五行是木 那我们说 它是木的实证 还是虚正呢 如果是实 你就用蟹肝就好了 如果是虚 你就用补肝汤就好了 所以 这个叫主于补屑者为君 那蟹肝的金中木 你就用勺药为君就好了 补肝的木中木贵枝 做君就好了 这就是非常的简单 直接明了 对本脏起到最主要作用的 这个药物叫君药 这个呢 二者呢 相差呢 有一定区别 但是呢 还不大 再往后看 尘药 这个方济学说尘药 什么呢 两种意义 第一 辅助君药 加强治疗主病或主重作用的药物 第二 针对重要的肩病肩症 其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 这个叫尘药 这是方济学的说法 五行诀怎么说 度量同于君 而非主固为尘 他在药量上跟君药 可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小蟹干汤 对吧 勺药是君药 那他是用的三两 纸食是尘药 他也用了三两 他的量跟君药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主蟹的 这个补蟹的作用 没有那个勺药的那个决定性 因为勺药是金中木 他金就刻木 又带有木器 铜器通器 他是最能够克制木的那个药 所以他是这个君 主于补屑者为君 那这个 这个陈药 说他的量上是跟这个军药相等 或者说略少一些 少不能少于多少呢 不能少于军药的三分之一 他是在军药的相等的量 至军药的三分之一量之间的用量上 他的作用上 他有的是辅助军药 这叫助我者为辅 这是辅尘药 如果什么是辅尘药 辅尘药他必定是跟军药的五行的大属性是一样的 勺要是金中木 紫石 这个金中水 水 他的两个都是大的 大的五行都是金 他帮助我 他辅助我 就是 这个刘备是君主 诸葛亮是臣子 他是丞相 他虽然本事大 但是他辅助刘备 刘备是那个君 那诸葛亮是这个辅尘 那克我者为奸尘 一个方子里边 他如果割了一个奸尘 一定是对军药五行是相克的 那少要只是生姜 生姜 他的那个五行属性是木 金和木之间 这个他是什么呢 木金克木 这种是 这个是一个相克的 所以我们说克我者为奸 跟军药的作用的那个方向 趋势 它是反着的 五行是反着相克的 这个这种类的尘药 它叫奸尘药 我克者为化 如果你看过那个汤叶经法图 是吧 你是本葬 下一个就是你生的葬 就是子葬 再下一个就是孙葬 是吧 如果按照这个圈转子来说 所谓的这个孙葬 同时在辅行诀 它是又属于化 化位的 这个我克者的这个化位的 我们管它叫化尘药 那如果是这个你的这个配武 涉及到母子关系了 那在我上边生我的那个尘药 就是母尘药 我下边的那个五行的就是子尘药 这是尘药的啊 再看左药的啊 左药的方济学的左注药 左治药反左药 这是方济学的三种啊 使药是引经药和调和药 这是方济学的定义 实际上啊 什么呢 苦行诀说 从与左肩者为左使 这一大类啊 叫左使药 它跟尘药 是一个性质啊 就是说一样的这种区别的这种方式啊 帮助我的跟我五行大属性相同的 就是辅左药 跟我的那个五行相克的克我的那个啊 他就是肩左药克我的啊 我克的就是化左药 生我的母左药 我生的子左药 那么从量上来说呢 左使药 他的量就比较小 他呢 一般是三分之一 或者是比三分之一还要小 是这个啊 他跟他跟陈药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是他的量啊 如果大家还不是特明白的话啊 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在在用这个处方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小蟹肝汤 普行诀啊 这个小蟹肝汤啊 肝得再散 以顾精云以心补之酸蟹之啊 肝苦疾 即是肝已缓之 是其性而衰之也 肝病的时候 你要想补他 就用用心胃药来补他 蟹他的时候 就要用酸胃药来蟹他啊 对于肝来说 肝是木嘛 心啊 心胃药的啊 心木药就是来补的啊 那酸筋药就是来蟹的 那你现在是开一个肝食症 那你就给他用一个小蟹肝汤 小蟹肝汤啊 你是不是得用金来克制这个木啊 那你就选吧 他选了两个金药 一个勺药 一个指食 金克木 是吧 那这这这两个药章 谁是君呢 勺药是君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金中木 他金前面这个五行属性 金他能克木吧 另外他后边这个五行属性 他又跟木同气 我举个例子 就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说的受体的那个概念 啊 他有我有你的这个受体 我能跟你配在一起 我就能跟你挂上钩 跟你连上 而且我的本质的大属性 对你来说是相克的 所以我是克制你的王 金中木 克木最好 那指食呢 他是金中水 你看 他的五行大略也是金 他跟勺药的大略是一样的 所以他帮助勺药来卸这个木 卸这个干木 那他怎么来辅助这个勺药呢 再看他的五行小类 是不是水呀 水是不是生了勺药的这个五行小类的这个木啊 水生木啊 五左呀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是俯尘药 对吧 你小蟹干汤 你用两个啊 金木 金 酸金药 酸味的金药 来克制 来蟹 以克为蟹 哎 但是你又用了一个木药 木中火的生姜 啊 这个对于肝来说实际上是不是补啊 所以这个方子是两个蟹 一个补 以克为蟹 来克肝胆 你说那化位哪去了 人说肝苦疾 疾食肝以缓治 是恃其性而衰之眼 那个化位在哪呢 小蟹方里他没有明确的化位 但是 金木啊 二者相合 金酸化肝 化出了一个肝位 来缓的这个肝苦疾 好 再看下一个这个厨房 啊 大蟹干汤 大蟹干汤就涉及到了母子关系了 那大蟹干 干是木 那干的母 他的父母是谁呀 是不是肾水呀 水生木吗 是吧 你在本葬 这个出问题 严重的情况下 啊 子病疾母 涉及到肾水 膀胱水了 那是不是就影响到这了 那你是不是也要调整一下 或者是说我光谢你干劲不够 我连你的父母连一起来制裁 那你的父母是对子女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资助 是不是 比如说你是个年轻人 你正在上学 啊 你是不是要上父母给你掏腰包来付学费 或者说你刚刚走上工作岗位 是吧 啊 挣的钱还不多 想结婚啊 啊 想买房子呀 这些是不是都对父母来资助你 那如果我们卸肝 单单卸肝力量不足的时候 我们如果把你这个化缘 肝的这个化缘给他啊 断了 那么对于肝母来说 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是一个大卸呀 那当然了 那就是再加上一个什么呀 实则谢其母 哎 你说啊 韩习生啊 你这个实则谢其母 没听说啊 我们听说的都是实则谢其子 啊 看看难经啊 我们大多数院校的学生啊 学这点的时候 只是学了一半 忘了一半啊 我们学的是啊 实则谢其子 须则补其母 但是这只是难经说的一半 难经还说了一半 就是母能令子 须子能令母时 母能令子须 那如果把这个父母对子女的资助打断了 他是不是能让须下来 能让子女须下来 我现在把肾水对资对干木的这种资助把它断了 是不是可以大卸干啊 所以后边的这个三位这个左药 他是针对肾水来卸的 谁是那五行来说 谁卸肾水啊 这不是土壳 这不是土壳水啊 生肝草 它的五行的主性是土 土壳水 哎 蟹的肾水啊 一补 还有一蟹 蟹的谁啊 水中木 黄芹 哎 这个对于肾倒是补了 后边的大黄呢 又是什么呀 又是花 这个小方里的化为了 对不对 啊 甘味药的生肝草和苦味药的黄芹 甘苦化咸 小啊 他是把原来卸肾水的这个军药啊 这个茯苓小给他给他去掉 小啊 这个蟹肾汤的这个军药 福连给他去掉 把后边的那几味药给他加上来的 啊 再加到这个小蟹干汤里边 把那个药量呢 再调整调整 就出来的这个大蟹干汤 哎 所以你看 按照我的这个思路 是不是我们这个京方的君臣左使 生克制化 古人的祖方全是按照这个来的 根本没有按照我们现代教科书所说的 这种非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这种理念 来所定义的那个君队 禁义的那个臣和他的左使要 不是那么回事 啊 我们要知道古人是怎么想的 好 说完君臣左使 我们再来看 他的第二个大的方式啊 大的规矩 就叫七情和和 啊 还是出在本经里面啊 本经的这个出自啊 本经啊 我们京方的四大经典之一啊 这里他说要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啊 根茎花石草石骨肉 有单行者啊 一味要啊 有相须有相始相畏相物相反 相杀 凡此七情和和 是之 当用相须相始 两者 误用相物相反 若有毒一致 可用相味相杀 不而误何用也 这里出现了七种条件啊 七种这种情况 其中单行就是一味要 谁都不配合啊 这个很厉害的啊 个人的单打独斗能力非常前啊 这是单行 另外就是另外的六种的配物 但是在这里我们本经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啊 要用建议你用其中的四种什么呢 相须相始啊 相畏相杀 不要用相物相反 啊 这是明确告诉你的啊 七情啊 那什么是和和呢 论语里边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 叫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对吧 和是什么呀 是把不同的药物配入在一起 那另外一个和呢 另外一个和呢 是调和和谐 和和的目的是让你开一个方子不同的药物产生合力成为有质之师啊 我们说了现在我们管这种叫团队协作精神啊 那和和的方药 它就具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那反之不能和和 不能形成合力的方药 就是乌和之重 和和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那七情和和 是我们中医人配药方济 所追求的境界和目标 单行就用一味药来治病 不需要与其他配合 比如说独身汤 我说这类叫一高人胆大 千里走单旗 百万军中取敌 上将手具如碳能取物 但是我们临床上 如果遇到的疾病 它特别复杂 你用单味药 是不是就利有未来 就需要更多的药物来配合 发挥各自不同的这种效能 那你就要涉及到配武了 但是配武 本经里边已经说了 有两种配武 他不建议你用 是哪两种 就是相物和相反 是吧 那这个相反 传到后世 就是我们说的十八反 因为这个呢 就是药物之间 你把这两个药搁在一起 它会产生剧烈的毒作用 副作用 数本操略 说相反者十八种 那张同正如门事经理 金元四大家里边就告诉你了 哪些药物是这十八反 是吧 这个乌头的 乌头类的 都什么呢 穿乌草乌 父子天雄 雪上一只后 这些 他跟半夏瓜楼 贝母 白脸 白吉都反 这个 这些类 不要用 甘草呢 反 海藻 大 大 大吉 甘随 圆花 这些不得用 那 梨炉呢 跟各种参 以及细心 勺药 相反 十八反 不建议用啊 本经说了 不要用 那 后来本经还说了一个 叫什么呀 香物 也不要用 对吧 但是这个香物 向后 向后是传的时候 这名字 给弄反了 弄混了 跟那个香味 混到一起了 是吧 所以 后人呢 他没管这个叫十九物 他叫了十九味了 啊 是指一味药物 能够破坏 另外一种药物的功效 比如说啊 人参物来福子 所以我们 是吧 吃人参的时候 你就不能吃来福子了 你也不能吃萝卜了 对吧 萝卜子吗 对吧 那是这样 因为他会削弱人身的 这个补气的作用 那十八反 十九位 将相反和相物 都不要用了啊 那要用的是 那要用的是哪几种呢 除了单行 再除了这个相物相反 不就剩下四个了吗 相虚相使 和相畏相杀 就是用这四大类的配武 对吧 我们来看看啊 第三部分 我们来看看 今天复刑决的药队和脚药啊 他的这些药队里哪些是相虚 哪些是相使 首先什么是药队 我们说有两位药剧成 啊 他是最小的最基本的方济的配武的单位啊 刚才说的啊 相虚相使相畏相杀 这些都是药队 是本经所建议我们使用的四种药队配武啊 有学者统计了一下啊 伤寒杂兵论 二百六十手处方用了一百四十七个药队 那我呢 啊 研究这个腐刑决啊 我研究腐刑决 我发现啊 脏腑大小补屑方 二十四手处方中 涉及到的药队有一百零五个 那什么叫脚药呢 啊 脚药啊 看看内经 我说的都是隐经据典的 都是从四大经典里来的啊 所以都是有有依据的啊 君一辰二 致之小眼 在内经一经派的这个理论当中 一个小方 最少的啊 一个小方就是三味药组成的一个脚药啊 他本身是一个最小单位的一个处方 那腐刑决我们说什么呢 啊 我们举到的例子啊 脏腑的小屑方就只有三味药啊 这三味药实际上就是一组脚药 三脚啊 那脏腑小补方 他只有四味药 他也可以叫脚药 但是他比他多了一脚 是不是叫四脚啊 四个脚就成了个方了 对吧 啊 所以这种特殊的脚药 我们又可以称他为叫方药 啊 那据我啊 这个啊 研究统计啊 二十四手 脏腑补蟹方里边用了脚药啊 或者你叫方药啊 啊 二十八足 好 我们再来分析啊 香须啊 中药学说什么是香须 他说两种功效 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 增强原有药物的疗效 这就叫香须 啊 看着啊 啊 中药学的这个定义有问题的 我们一会儿跟跟相识一对比 你就知道了啊 这俩没区别啊 五行诀的是什么呀 五行诀现在据我研究 香须的药对是什么呀 是这两位药的五行大类和五行小类 完全相同 这个叫香须 药虽然不行 但是你的五行护寒的属性是完全一样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勺药 勺药是不是有白勺有赤勺 不管你是白勺 你是赤勺 你就是勺要 对吧 你的五行护寒属性都是金中木 如果你开这个方里边 你用了一位赤勺 一位白勺 这个就叫香须配武 那同样的 辅行诀里边的猪 有白猪 也有仓猪 他们那时候不分 我们现在分了 但是我们不管你白猪也好 你的仓猪也好 他都是什么样 一个五行属性 都是水中土 对吧 那都是同样一个五行属性 你在这个厨房里边 你开了白烧盒 你开了白猪和仓猪 你一起开了 这个就叫香须的药盾 同样的生地皇 熟地皇 普行诀里只说了是地皇 他可没跟你说是生地皇还是熟地皇 对吧 那我们现在用到一起了 那这个就是香须药盾 什么是香须啊 再给你看 这是中药学的定义 以一种药物为主 另外一种药物为食 辅 辅药和辅药可以提高主药的功效 普行诀说的不一样 两位五行大类和五行小类之间 他们存在相生关系 或者是相同的关系 但是二者之间没有相克的关系 相使的药物是药盾 它是以增效或者是变效 就是改变疗效为配武 那我这么一说 大家可能会看出点眉目了 为什么我说方济学 中药学的这个定义 在这里是不对的 你看看中药学说的 这香须的这个定义 两种功效类似 增强疗效 然后呢 这个相使一种为主 一种为辅 后边我还没跟你说 那个他在后边还接着说什么呀 说相须和相使是同一种配武的不同的说法 两者没有根本区别 不好意思啊 是后边那个相物相反的那个啊 这个是相须相使的啊 这个是啊 这个对不起啊 讲错了啊 这个这个是是两种 但是还不不太不太离谱啊 不太离谱 但是后边一会儿我们再看的相相相相相卫相杀 那个中药学的那个定义是 一会儿是啊 我们来看 它是完全的是有问题的啊 好 那 让大家看清楚啊 这个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们辅行局的这个大蟹方啊 大蟹方有大蟹肝 有大蟹心包 大蟹心 大蟹脾 大蟹肺 大蟹肾 除了大蟹心以外 以上的这个肝 心包 脾肺肾 都包含了下面的五个 香屎的这个药堆 比如说生姜配大蟹 这个就是香屎的药堆 为什么呢 生姜是木中火 大蟹是火中土 你看看生姜和大蟹的这个五行的大类 木是不是生火呀 生姜是不是生大蟹啊 那再看他们的小类 生姜的这个火啊 是不是生大蟹的那个土啊 火生土 所以啊 生姜的五行大类和五行小类 对大蟹都是相生 这叫双生 所以生姜辅辅助大蟹 啊 相食为用 那韩一生你有依据吗 当然了 你看看 金粹药略里的厨方 商寒论里边 这些厨方都用了这种配武的方式 在在下面 大蟹配生姜草 也是相食 是不是 火中土大蟹啊 他的五行大类 火相生生姜草的土中金的这土 火生土 对吧 五行小类呢 又是土生金 所以大类小类 对生姜草来说 都是相生 是双生 大蟹辅助生姜草 二者相食为用 下面啊 使用这类配对药物的 金粹药略 这些厨方都用 所以我不是胡说八道啊 都是有依据的 生姜草配纸食 也是 你看生姜草 土中金 土生了金中水的那个金 后面的这个金 又生了金中水 那个水 土生金 金生水 双生吧 啊 下面的厚破七五汤就用了 啊 那第四个啊 纸食配黄芹也一样 金中水 金生水 啊 纸食生黄芹 后边那个水 生木 也是 对吧 大类小类 都是相生 又是双生 大柴胡汤 就用了这个配物啊 那 黄芹 配生姜 也是 水中木 水 生 木 大类生 木 小类呢 木生 火 黄芹 双生 生姜 相使为用 那这个 处方就太多了 这么多处方 都用了这个配物 我们做个总结 这五个大谢方 用了这些配物 生姜 配大黄 大黄配生甘草 生甘草配芷石 芷石配黄芹 黄芹配生姜 把他们的五行属性连一圈 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相生循环 生姜 木 生火 大黄 火中土 对吧 火生土 大黄配生甘草 土生金 生甘草配芷石 金生水 芷石配黄芹 水生木 黄芹配生姜 形成了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一个五行的相生循环 在五脏的大泻方当中 使用了五行的相生循环 古人的智慧是不是令人叛为观止 好 说完了 相虚相始 我们再来看香味 香味和香味 香味和香沙一比较 实际上两个人是不同的 在京方这里 它是不同的 但是在中药学里呢 它是一样的 那你说中药学说的能对吗 我们看看中药学怎么说的 中药学说香味 什么是香味 香味是一种中药的毒性或副作用 能被另一种中药降低或消除 香沙呢 是一种中药能够降低或消除另一种中药的毒副作用 所以按照中药学的定义 香味和香沙没有本质的区别 是从自身的毒副作用受到对方的抑制和自身能消除对方毒副作用的不同角度提出来的配偶关系 也就是说他们是同一配偶关系的两种不同说法 这是现代教科书中药学给我们的定义 哎呀 当我悟到了这一天 我就感叹啊 按你们这样的解读 作为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教科书 真是难为现在学中医的 如果要是他们俩是同一种配偶关系 古人为什么要把他命名为两个不同的名字 一个叫香味 一个叫香沙呢 肯定不是嘛 为是不是畏惧啊 我们现在我们经常打序啊 这个夫妻关系 哎说这男的怕老婆是不是 喂怕是吧 说你怕老婆 但是你很多人我们这个男的就说 是因为我爱老婆 我才怕老婆 对不对 我如果不爱我老婆 我能怕我老婆吗 他们之间是有爱的 对不对 有相生的 他才会有爱 但是呢 又有香克的地方 他才有味 比如说你是你老婆怕你 还是你怕你老婆呢 是谁在更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呢 对不对 是这样的 是这种状态的配偶 这个叫香味 所以呢 我说 我来给他阐述一下 古人说的香味是什么呀 两位要五行的大类和小类 他们不是给你一个要 有一个五行护寒的属性吗 既存在相生 相同 又存在相克 生中有克 同中有克 静中有味 这个以变效和简读为配舞目的 这叫香味 举个例子啊 不举例子不好说 十二手五脏谢方啊 君药和奸臣药 就构成了这种香味的配舞 君强 陈若啊 君药对 奸臣药啊 是克中有声 恩威并之 啊 你当这个皇帝的啊 当这个部门总管的 你对你的属下 臣子们 这种统治力啊 相当的强 那你的臣子们 是不是对你又敬又畏呀 这是香味 具体一点 还是刚才的这个 脚蟹肝 勺药和生姜 它们之间就是香味药对 君药 是勺药 奸臣药 生姜 你看看他们之间的五行的关系 勺药的这个五行大类 金 克 生姜的五行大类 金克木 香克吧 勺药的五行大类 木 五行小类 木 又相生了 生姜的五行小类 火 木生火 是不是这个勺药 对生姜来说 相当于君药 对奸臣药来说 我对你是 恶中有声 恩威并失 那么奸臣药对 君药 是不是又敬又畏 二者是香味要对 香味 而相成 你看 是不是一个胃酸 胃寒 一个胃心 微温 一温 一 一微温 一微寒 一酸 一心 二者 香味 没用 证据 这就是证据 精亏药率 伤寒论 这些处方 都用了 勺药 配生姜的 香味 要对了 那再看 五脏 补方的 这个 相对的 这个规律 还是说 我们刚才说的 补心汤之外的 十手补方 大小补方 君药和 卦左药之间 都形成了的香味 那 如果不明白的话 我们用具体的例子 来看 桂枝 配山药 小不干汤 君药 桂枝 卦左药 山药 它们之间 就构成了香味 要对 你看 桂枝 是木中 木 木 是不是克制了 谷中 木的山药 五行 它的大类 它们之间 是木刻 同样 是这个 山药呢 和这个 桂枝呢 它们又 小类 五行的小类 又是相同的 都是木 对吧 所以它们之间 又有相克的地方 又有相同的地方 是同中有克 克中有同 化左药 对君药 又净又味 这样 是香药 香 香味为用 比如说 鼠鱼丸 就是用了这个配五 那再举一类 五脏 补方的香味 药类 还是 补心汤之外的 这些补方 君药 和肩左药 也形成了香味 好 我们来看看 看看这个 刚才不是小五干吗 我们再来看看 大五干汤 君药 贵枝 肩左药 竹叶 香味 是不是啊 水中金竹叶 水 是不是相生了 木中木 贵枝的木 水生木 那他的小类 金 是不是又克制了 木中木的小类木 金刻木 所以 你看 这个肩左药 虽然 胃小 量青 但是 怎么样 他 从五行 鼠上 对 贵之 是 声中 有克 我虽然 左药 但是我起到的位置是监督官员 我专门监督你作为皇帝 作为统治人的 起到这种作用 我就是专门给你挑刺的 看你哪不对 我就要给你指出来的 看看 金葵药类的竹叶汤 也用了这种配物 好 最后一类 本经建议的 药队 就叫香沙药队 我们说了啊 这个香沙 这个中药学上说的这个香沙不对啊 虎形学的这个解释跟他是不一样的 虎形学并不是按照这个中药学说 那个香沙和和香味是一样 是一模一样啊 不是那么回事啊 香沙的在复兴学五行护寒体系下说的那个香沙 这两位药物之间的五行大类和小类之间 只存在相克 没有相同也没有相生 咱俩就是相克啊 我克你 你克我 这叫互克 如果我大类也克你 我小类我也克你 我这就是双克 啊 那你就是啊 就是被我拿捏的死死的啊 就是这样啊 对吧 哎 所以这样啊 香沙 这是香沙啊 香沙呢 他以这个变效或者是减毒啊 为这个配武的目的 那举个例子啊 纸食 白和生 生姜 你看我们都举的这个一个例子 为什么他都在那小屑方中 你看一共就三味药 他结果他出了不同的药对配武 这三味药搁在一起 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是因为他们是不同类别的药对 搁在一起 金中水 五行大类 金克木 紫食克生姜 小类呢 啊 水克火 对不对 所以 紫食的大类和小类 对生姜 都是香克 都是香克 这是双克 双杀 啊 金克要略啊 和商汉论 下面的厨房都用了 这种配武 那 生姜配生甘草的香沙 生姜啊 它的五行大类 木 是不是木克土 克制生甘草 它的五行小类 火 克金 也是克生甘草的 所以 生姜 对 生甘草来说 是香克 双杀 那这种配武 就特别多了啊 那 上汉大分论 下面列举的 这么多处方 都有 生甘草 配黄芹 就是香沙呀 土中金 是不是土克水 这是大类 小类呢 金克木 所以 生甘草 对黄芹来说 也是双克 双杀 那 在下面 黄芹配大黄的 双杀 黄芹 水中木 水 是不是克 火 后边的木 是不是克土 对吧 两种 黄芹 对大黄是 双克 双杀 下面这么多处方 都用了这种配武 那 第五个 举例 大黄配纸石 双杀 大黄 香克 火 克金 这是大类 小类呢 补 克水 大黄对纸石来说 这是 双克 双杀 下面 伤寒论和 金奎 药略 这么多处方都用了大黄配纸石了 啊 所以我们做个总结 是不是 看一看 武藏 武藏 瘦 瘦 瘦 大瘦 里面 蕴含了 五个 香沙 药队 紫石配 生姜 生姜配 生甘草 生甘草配 黄芹 黄芹配大黄 大黄配紫石 把他们的五行固含的属性 你再联系一串 是不是 竟然的又发现 啊 形成一个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这样一个五行的相克循环 古人的智慧是不是再次让你震惊了 那 五方里边 啊 另外 君药和奸臣药啊 形成了香沙药 这种香沙 是 啊 相互克制的 啊 我管他叫互沙 比如举个例子 小补肝汤 君药贵之和奸臣药五位子 这是香沙药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 五位子 大类 对 贵之来说是金克木 啊 反过来了 贵之的木 小类的木 又克制五位子的小类土 你看 你克制我 我也克制你 咱俩相互克制 这样达成一种平衡 是吧 你在这方面制约我 我在那方面制约你 啊 相互制约 而达成平衡 啊 比如说 小青龙汤 这里下面这些厨房都用了 那好 我们把 处行诀啊 我们 我研究总结的这些药对啊 做个总结啊 让大家看一下啊 那 经过我的总结啊 这个五藏的谢方 啊 十二手 药对用了四十七个 香须三个 香屎十八个 香味十五个 香杀十一个 脚药十二足 古方的十二手处方里药对更多了 五十八个啊 香须香屎香味香杀 脚药十六足 总结到一起 二十四手处方 药对是一百零五个 脚药是二十八足 啊 小谢方 我们说了 他都只用三味药 看 三味药组成的一个处方 是最小的 按照我们房地内经的说法啊 最小的一个啊 啊 这下 三味药 还有那么复杂吗 哎呀 你要研究他的内涵还是挺深刻的 因为五行护寒嘛 他这三味药里边竟然包括了香屎香味香杀各一个 而且这三味药本身呢 又是一组脚药三脚药 小补方四味药吧 只有四味药 但是他包括了五个药对 一个香屎药对 两个香味药对和两个香杀药对 同时呢 这四味药又是一组脚药或者叫方药 四脚 大谢心汤之外的这五手 藏斧大谢方 蕴含了五个香屎药对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像谢方当中的用的这个香声的循环 对吧 那这个大谢方当中这个香克的这个循环啊 大谢心方的这个这里边啊 大谢方的这些香又有这种香杀的这种药对啊 也是形成了一个五行的香克的循环 大家看一看这个啊 我管他叫啊 我管他叫啊一个什么呢 铁五角 这五味药物 是这个刚才提到的大谢心汤之外 这个五外五个大谢方 谢肝 谢心包 谢脾 谢肺 谢肾 所有这些 谢方啊 都是由这五味基本药物组成的 那些厨房都包含了他 所以我管说 这这五个 药 脚药 是铁五角 啊 哪个方他都没离开 只不过是量的不同啊 而已啊 铁人三项 这是铁人五项啊 而啊 这个 你再看这大谢方怎么组成的啊 就是在这个铁五角的基础上 你再给他加一味军药 就能组成大谢方了 你加上军药金中木就变成大谢肝汤 加上水中火黄莲就是大谢心包汤 加上木中土父子就是大谢肥汤 加上火中金亭利子就是大谢肺汤 加上土中水福灵就是大谢肾汤 很厉害吧 啊 也很简单吧 你要是明白了他的这种内在的规律 啊 那就是很明确的事情啊 不计相须要对啊 这五五个大谢方当中 部方都是六手啊 谢方大大谢方都是六手啊 每个处方都包括了七组香食 两组香味六组香沙 两组脚药 不计相须的药对 这五大个大五个大补方处方都是七味药啊 但是呢 包含了啊 他包含了啊 四组香食三组香味四组香沙和两组脚药 所以讲到到到到这儿为止啊 一个半小时正好合适啊 当我把这些本经所建议后世开中药 用的这四类配武方法 相须相识相畏相杀 把他跟辅行诀五行护寒的内寒 和这些脏腐补屑的这些药对 脚药 他的这个内在的规律摸清楚了以后 我对古人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古人把这个阴阳五行玩到了一个极致啊 我们的树是从古人的阴阳五行之道当中来的 后世的中医的阴阳五行之变化 再多还是跑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都是在阴阳五行当中的不同的变化 所以我说啊 千万不能像有些中医人哈 吃饭砸锅啊 我管这种行为叫吃饭砸锅啊 为什么呀 你做中医的宣传要这个叫什么啊 这个删除五行学说 删除这个阴阳学说 这不是吃饭砸锅吗 对不对 你干你这个行 你说你要把你这个这一行的这个最最核心的理论啊 给他删除 你把这个删除了你还能叫中医吗 所以这是绝对不行啊 这是吃饭砸锅啊 这是啊 典型的这个 卖祖行为也是典型的自杀行为啊 你把这个阴阳五行的都弄出去的你真正变成了这种西式的中医了 你也就不存在了 以后就自然的完全的消失了 好啊 陈会长 那我今天的讲座就到此为止啊 谢谢您 李老师啊 辛苦您 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 画龙点睛把我们中医的真正的精神跟灵魂找回来了 谢谢您 中养五行学说是我们的根本 我古人的这个用药 基本上就是排兵步骤 所以如果说不懂得步骤 不懂得团队精神 其实打个人战是最傻的 我们中医啊 我就觉得我们会看病 但是我们一定要发扬一个精神是什么呢 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可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如果结合起来 那么我相信大家的方向目标一致的话 就像我们世界法陀医学研究会 我们的任务 不是光是我们在临床看病 把我们的技术发扬 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医道跟医德 同心同德 大家要把古人这种用药的精神 运用在我们今天团队的体现上 对 所以呢 这个团队很多 但是问题是怎么用药 你才能治好病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团结 才能达成一个任务 这个是我们作为医者 我们讲大医药治国 事实上治世也是如此 治家更是 先从家庭的和谐 也就是说各个关系上 你怎么组合 然后完美的呈现了一个 家庭的和和的精神 所以中在和和 中在和和 是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有的药材 没有不可用之兵 只有不懂得用兵之将 对 所以最重要的咱中医啊 就是传承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精神 但是为什么很多中医失去了这个魂呢 因为这魂被叫走了 为什么叫走了 因为现代的科技 医学 打的这种科学的 大家丢了魂了 丢了魂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魂魄要找回来 也就是说咱真正能够发扬 我们的医哨 医术上能够看好病 先从金方回过去 好好的认真学习 如果这个丢掉了 很多事情 大家开放就像刚刚我们老师说的 大而无当 乱枪打鸟 最后是什么 最后你完全没有一个啊 这个这个精准 西医讲的是精准 可是这个精准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见目不见灵 这是很大的问题 甚至只见人的肉体 不见人的精气神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 还有就是我们跟自然界 这个环境的外环境的这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伤寒论里头 就是在治寒的时候 大家知道 哦原来有个六经的走向 西医哪有六经观念啊 西医哪有五经观念啊 所以他针对的就是 跟着在那个病在那绕 绕不出里头的陷阱 最后走到迷宫 死路为止 对对不对 所以咱们中医呢 是要找这个活路 就要化 大而化之 但是今天最重要怎么化 这个准则 我们就要根据 这个辅行诀提供的精神 太好了 我们不能说是 只用现代语言 而不去追溯到我们的根本 没有错 有很多的语境 我们要不断的让它进步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说我们中医在 药方面太弱 很多急重 这个违政都不会治 光治一些表面的东西 那你怎么能够拼得过西医啊 所以有很多西医不治的 我们来治 而治好的一定有原因 很多都是从金方左手 所以的话呢 今天我们要希望就是多从 我们的古人的 这个皇帝内经里头的很多精神啊 不要认为它是 已经是做古的老的东西 其实它是经典 也就是说千古不变的绝学 我是从一个西医背景出身的 我能够讲这个话 因为我体验了40多年的中医的道路 那我就对您更加充满了敬佩之心 哎呀不是 我们今天要跟西医要能够对接 先要把它搞明白 回头我们自己的东西搞明白了 还要说清楚 还要跟他说清楚 这才是本事 所以先把自己的混沼回来 正气养足了 不怕 正气存累 邪之不犯 今天科技的话 不是说科技不好 而是说方向上可能偏差了 对于中医这么好的东西 他没有去彻底了解 要把我们的科技运用在发扬中医上 而不要一味去谄媚 或者甚至是巴结附会 很多这个现代医学的错误的地方 我们要匡正这个风气 这就是我们今天拿出华佗精神 希望你这个不分中西医 我们最重要是怎么落实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魂丢掉了 你是谁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都去做西医 根本没有办法发扬中医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 是的 谢谢 谢谢李老师的精彩的主持 这个中医和西医 中医和西医 我从来都不把中西医对抗的 中医也好 西医也罢 都是维护中国人还有全世界人民的宝贵的医疗的资源 医疗的财富 这点中医和西医是不应该是对抗的 但是我们作为中医的一个从业者 我们要立足中医的这个本位 就像邓铁涛先生说 你做中医 你要把这个屁股坐在了中医的这个椅子上 你不要做错了 那就行 那还行吗 那肯定 那不是就是丢了魂了吗 另外你咱们也刚才说了 这个和而不同啊 君子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啊 那我们这个能够在今天有这么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啊 通过这个世界华头医学研究会啊 做这场报告 那这个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成员是不是也就应了啊 我们周易易经理说的这种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才有了这种团队协作精纯来达到了相虚相识的这种作用 非常好 讲非常好 嗯 好 程老师 程委长 程委长 非常感谢今天那个韩仲刚博士的讲座 非常的精彩 也是非常的那个动人 引经溯源 就是说从这个复兴节可以探索到 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摩高窟的文化 对方摩高窟的文化的发掘 然后就让我们认清了这个 源泉 这个我们中医传承的源泉在哪里 尤其是像这个复兴节 汤叶 汤叶经 汤叶经法 还有这个已至到现在的后期的上汉杂兵论 以至现在我们的这个中医药学 中医药学 非常的非常的精彩 君臣着实相须相识相似相慰相啥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汇聚在今天的一个窗口里面 也是大家是有幸 也是有一种缘分 也是起了一个像君像 像着像死的一个合作的精神 这是一种缘的精神 就是我们中医人讲究 就中国文化是讲究这么一个缘分 就是同气向求 同根向生 是这种道理 我们就是说追寻的这一种这个生 生存的这个命脉 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能够团结在一起 弘扬中医文化 今天我们是以世界华佗 医学研究会来来打头的这么一个 今天一个平台 就是说呢 就是以华佗的精神 受华佗的艺术精神 华佗的这个对这个艺家 就是说对艺学的这种创造的精神 就比如说他所创造的麻飞散 外科手术之壁主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内外 辅尔各科 尤其是在针灸各科都创造了 可以说是世界的奇迹 你像麻飞散 一味超高的麻醉药 要早于西方艺学麻醉药的一天 一千四百八十多年 还有这个外科 他开创了外科手术之 那个之前端就是作为 作为手术之壁主 你知道 当然了 华佗的精神一直传承到 传承到至今约有两千多年 就是大小 大人小孩 老少妇孺 人人皆知 所以说就是华佗在世 在世华佗 也是我们一家追求的 一个最高境界 也是我们世界的 世界医学 就是追求的最高境界 所以去年我们创造了 一个华佗医学科学奖 这是面向全球的中医人 就是竞技接触的一个课题 课题 华佗医学科学奖 就是我们不舍门槛 就是你够表现 当然我们有三十八位 全球的中医药专家评审委员会 组成的一个这么一个团队 对你的直立 对你的职制 做一个评价 平和 如果大家能够符合我们专家的标准 我们就会颁布这一个华佗医学科学的科学奖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 大家就是在这个今天韩永康博士的这个讲课当中呢 就做一个引导 就也是借这个韩博士的这个话语来传播我们华佗的信息 传播我们中医的世界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动力 今天韩博士的讲课非常的精彩 就是引人入胜 就是简弦易懂 是非常的非常的明了 是就是说是非常的非常的受益 我相信大家今天能够参会的每一个人都会受益 那好 今天的会议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就是停留五分钟 我们有问题的向韩博士提出来 没有问题我刚才看那个林林林林林会长啊 他刚才打开视频了 我我想他可能是要说话 我刚才来之前我讲课之前呢 也是跟林林会长呢 是在另外一个会议正在开会 我说完了那个那个会五分钟就转到这里了 还有一个就我现在说聊天区有一个提问 有一个人提问叫在哪里跟韩老师全面的学习复兴觉 韩老师呢 他有就是他会定期的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什么讲课的这个 讲课的这个通知 就是说你出一般的这个微信群 世界之大也是就也是非常的渺小 这个微信联系着世界华人 联系着说 是的 现在我们这个呃 这个联系手段是非常的多的 我在欧洲的活着伙伴呢 是瑞士中药大学啊 呃大家可以联系呃瑞中医的刘兴芳老师 呃在澳洲呢和新西兰呢呃也有这个这个呃刘士经会长啊 啊那在大陆呢也有啊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这个東连卖象学会的老师啊 啊所以看您在呃世界的哪个角落啊啊 然后我们都能联系上 好吗 谢谢您 那个林林会长 您想说两句吧 谢谢 谢谢韩博士 非常精彩 我们最是 华人中药学会 也是在两年前 就请韩博士给我们做过讲座 非常的精彩 就是说他这个体系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境界是很高的一个体系 然后您可以从方的方面 然后从真的方面 然后从这个五行的相对应这么来讲 而且临床上也运用得非常的出神肉化 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推广 也是很值得我们继续跟随便学习的 然后当时您在我们瑞士中药大学 也是讲了几个算是几个月的课吧 那些我觉得都非常好 刚才有位老师说要学习 其实那个瑞士中药大学 他们的那个资料一直都在的 也许可以这样教这个学会以后可以学习 是 然后要多多向您学习 刚才我们也是 我刚刚从那边才下来半个小时 一直严肃到您开始 我们那边还没结束 是咱们今天这个会议在时间上就撞车了 冲步了 是是是 非常非常的圆满 对 这个衔接的非常好 我那个衔接非常到位 我还在这 他现在叫早急 早急的 我给你打 谭教授我提一个问好吧 您说 关于这个每一位药的药性 这个大五星跟小五星 我们要从哪里可以查 就是因为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他的属性啊 就是他特色 这个呢 就是说是不是在《黄帝内经》 或者是有相关的著作 我们可以去了解 这里边啊 只有俯行诀里边有这个概念 别的书里边没有 所以呢 要看他这个属性呢 只能看这个俯行诀 那么现在呢 这个俯行诀的 关于俯行诀的 这个书呢 研究的书呢 还还不是很多啊 研究伤寒论 研究金贵要略的 这个一家非常多 几千家著作 那就是上万了 都不都都不都不止 可能啊 但是俯行诀呢 这个相关的著作 可能只有十几种吧 现在的这种著作 那我呢 我的这个研究呢 是基于这个 张大昌先生是俯行诀 现代这个这个超本的 献书人 他呢 有十几个弟子啊 那么我的俯行诀的 这研究的起点 就是站在张大昌先生 还有他的弟子们的 这个著作上 尤其是他的弟子之一啊 非常的杰出 叫一支标先生 大家可以查一查啊 一支标先生 有非常多的 俯行诀的 还有伤寒论的这个著作 大家啊 很容易在在这个书店 都能够买到啊 网上都能够买到啊 他的这个里边 有一个所说的 五五五点八表 就是他总结的啊 因为这个俯行诀 现代超本啊 有二十多个超本啊 这个超本 这些超本呢 大同小异 但是呢 各不相同 所以就是造成了 这个后学啊 无所适从啊 也不知道 到底哪个版本是对的 或者说哪个对的 更多一些 但是我 我呢 研究这个俯行诀呢 我是花了好长时间 做这个文献工作 看了很多俯行诀的相关的著作 然后他的呃 就是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 所有关于俯行诀的 在就是在中国之网上 发表过的所有的论文 还有所有市面上 关于俯行诀的著作书籍 我全部看过 在在这个几百篇论文的基础上 在在十几部著作的基础上 我我把他的这个思路理清楚了啊 然后这个呃 现在呢 我也有了自己的这个著作 然后我现在像林林老师说的哈 我现在有有 现在已经交稿的哈 交给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第一部书呢 叫补行诀啊 藏福补谢方 这部书呢 去年2022年的6月份已经交稿了啊 但是什么时候出版啊 这个还要看人民卫生出版社的这个这个进度 这点呢 我控制不了 这得是人家来掌控 那我第二本书呢 叫藏福行诀藏福补谢真法 这本书呢 现在也已经完成了80%了啊 那么我估计今年年底我也可以交稿了啊 这是我自己的这个这个书作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本正在写作的书叫 辅行诀啊 叫五蕴六七解读辅行诀二旦四神方 这是我的第三本的辅行诀的著作 那也是呢 我即将呢要跟瑞士工医药大学 还有这个新西兰中医药学院 还有澳大利亚中医学院来共同啊 就是啊 在今年吧 就是就是举行的一个最新的啊 一个新的课程 就是把五蕴六七和辅行诀结合起来啊 就是一半讲五蕴六七 一半讲这个辅行诀 然后中间呢 掺插这个 就是这个黄帝内经和这个伤害杂病论 因为他们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 比如说 我现在比如说给大家透露一点啊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伤害杂病论 我们现在都知道啊 张仲景我们后世称他的辅证的体系 叫六经辅证体系 那请问那辅行诀 他的辅证体系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带个六 他的体系叫六合辅证体系 不管你是叫辅行诀的六合辅证体系 还是这个呃 就是这个伤害杂病论的六经辅证体系 他说的实际上是一回事啊 你可以管他叫五蕴六七 他的本质是一样的 讲的都是三阴三阳 那些事 好就这么多 谢谢 有一本著作是唐宏景传的 就是叫普行诀 脏腑用药法药 我想是不是也可以参考 就是这本书 哦 腐行诀是他的简称 哦 了解了解 嗯 那么至于这个药性当中 大五行跟小五行 您是怎么去就是说看待 因为呃 这个常常就是说 你像贵之士木中之木 它是纯木 但是很多属性当中 他有砸了其他的属性 那么是不是只有砸一个 通常是这样的 就砸的比较少 但是含就是含金量不高 但是他本质是什么 但是好像又有 带有其他的属性 那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 他这个因为一个药物也是 这个我们这个世界 万事万物都具有这种 复杂性的特点 有些药物他没那么复杂 他就只有一个五行 护含的属性 但有些药物 他就可能有两个 甚至更多的五行属性 比如说五位子 对吧 五位子五位俱全 他是酸苦甘心全有了 那你说他他只可能有一个 五行护含的属性吗 不是的 他有不同的五行护含的属性 但是你要怎么说呢 要把他的这个五行的 这个属性给他定好了 哪个是前面的大五行 哪边是后面的小五行 那至于小五行和大五行的秘密 以后呢 我在以后的这个课上 我还要揭示 他实际上还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解读 我现在先卖个小关子 先不说 但是如果大家现在要看这些五行护含的属性 在我那个书还没有出之前呢 大家可以先看一支标先生的书 一支标先生的时候呢 因为他把这个二十多个版本的这个 叫五行护含的这个药精 这个统一了 他统一了一个表叫5.8表 这个表应该是5月8号吧 好像是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日期上他统一了 他统一了以后 他能把这些药全割到伤寒大编论之后 再返回到辅刑局 两人能够说到一起 就是不相忤逆 以前版本的在一支标先生总结这个 他的这个这个五支八表的这个之前 以前的版本都有各自的缺陷 比如说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啊 那个版本就有一个大缺陷 什么大缺陷啊 大家可以看那个版本流传最广 因为那个是我们现代第一部官方正式发表的 这个五行诀的图书啊 这个丈夫急要吧 那个那个就是也是 我忘了他那全身的名字了啊 回头我再看一看啊 但是那那个里边的那个就有一个问题 药精25位基本药精 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大小谢沸汤的军药停利子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缺陷 这个药方里边不能没有军药啊 对不对 你这个军药要是缺了 那你就说不过去了 那你这个五行不全呢 是吧 那那在这一点上 一支标先生总结的这个表是最完整的 他自己能够自洽 是吧 他还能够跟伤寒论和金贵药略互洽 所以哎 这样我不但自圆其说 我还能跟金方的兄弟著作说到一起 而不相不相并不互相的这个忤逆 啊 咱俩能说到一起 说到一回事上啊 你看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 我都有证据 我皇帝内经我怎么说的 神冬奔草经怎么说的 然后呢 伤寒杂分论和辅刑诀就这些药方上 搁到一起 大家能说到一起去 对吧 我的这些辅刑诀里边这些药对 我都告诉你在伤寒杂分论 哪个方里边出现过 全有依据的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的 那么药食同源啊 您刚刚讲了五位子 我就想到了 木火土精水这酸苦甘心咸啊 其实在我们的药膳 或者食物的空调方面 其实中国人就已经运用五行在里面了 哎对了 这个您说的非常好 是的 是是 所以为什么食物也可以致病 只要你知道它是属性 包括药材跟佐料 对 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艺术 就是文化落实在生活里头 对 所以咱们讲中国的药房就是厨房嘛 在民间里 是的 就是您说的这个啊 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 您说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啊 那我们这个补干汤啊 那你如果不愿意吃药 你用用别的方式用食疗 能不能 或者说你感冒了啊 能不能 当然可以了 什么呀 小补干汤 那你就变成一个什么呢 酸辣汤嘛 对不对 是 是不是 对不对 酸辣汤啊 就是一个 这个 就是一化 它就是能够化出这个这个元气来 对不对 一心一酸 对不对 辣就是心嘛 对不对 那再加上一个心 一个酸啊 金酸 化干 这这不是 这阳气 中气就补上来了吗 对啊 这就是一个 一个典型的药食同源的啊 如果你把这个抚刑诀学通了 把商汉大辟论学通了 药理和食疗 它都是相通的 这个就很很简单了吗 那以后我们 我以后把这些 我前面这几本书都弄完了 我以后也要开发一个大众版的 食疗 食疗版的抚刑诀 那是我第四本书的工作 好 名义书为签嘛 所以如果能够把食物 变成我们日常的调理 即使走向健康之路 从食物开始 对吧 这个我们讲这个病从口入嘛 你吃的对了 那么你就营养了 吃不对了 事实上就会引起疾病 包括个人体质 该吃什么 不该吃什么 所以中医有所谓的忌口 对 这个观念呢 要普及 那么像很多民间都知道 哎呀一受寒了 打喷嚏了 那个时候是受寒 起初外感的阶段 红糖生姜 这个汤医煮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就是运用了五行的观念 它就化解了这个寒 散了嘛 心散 对 又暖了血液循环 对吧 很多事情 我们都可以把它讲清楚 只是没有发扬 没有 我们中医人自己没有站稳好我们的马步 对 所以很多功夫出不来 对 这个呢 就是您 因为您是西医出身的啊 我这一点呢 就是愿意跟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说西医 或者说现代的科学 在某个方面 它非常的强大 他们有现代的 就是怎么说呢 各种的高科技啊 来做他们的后盾 这个是西医所依赖的 但是呢 整个西方的这个科学 它这个科学体系 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过度的专注于物质 嗯 啊 就是在不同层次上来看 比如说一个物质 你能够肉眼可见的一个形态 或者呢 我们把它看得更小 用X线看它 或者说在实验室的一个分子水平 一个原子水平 一个什么小到夸克的水平来看 但是它都是用一个看待不同物质的层次 来研究这个事物 这个就相对于我们辅行决胜来说 或者相对于我们中医来说 所说的那个体 这个体 这个body 或者说这个structure 是这个 但是呢 中医除了研究这个体以外 还研究用 就是这个function 这个功能的东西 另外呢 在辅行决的这个体和这个用之外 体和用再一结合 它还能出来一个化 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层次 中医层次高于西医的部分 就是它的这个着远点 并不仅仅局限于可见的物质层面 还另一只脚踩在了功能的层面 另外的一个着远点 在功能和结构更高层次的神的层面 灵魂的层面 化的层面 这个我想是我们终于在境界上 高于西医的部分 也是我们这个几千年来 尽管在科学上落后于西方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中医仍然屹立不倒的一个强大的后盾 没有错 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行而下者为之术 行而上者为之道 中医是从一道开始 然后形成了所谓的道术 跟方法 那么精气神的转化 这是我们中医也是道义的一个精神 就是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完须 这个就是怎么把我们的 您说的所谓的体跟用的发展 一个人健康不健康 看神就知道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个花朵 它是不是绽放的很娇艳 那就是他健康 如果微缩了 你再看起来化妆 他都没有那个神 所以精气神是一体为用的 这个在西方或者医学在保健上 不是吃那些保健品就可以解决 也不是用这些药治那个病 就可以把这个人的健康找回来的 健康要体现在精气神 所以吃很重要 睡很重要 运动很重要 还有这个人的活力表现是怎么样 这个在我们的道家的医学里 也就是从这个阴阳五行 了解精气神的化 所以人们常常讲如入化境 这个是中国哲学的最高的一个 对 是的 所以桃宏景就是发展了 这个道家的医学 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医的哲学的精神 对 所以我在我的著作里 我对桃宏景的定位是道一桃宏景 因为我们研究社会学的对于桃宏景的定位 往往给他说成什么呀 管他叫山中宰相 体现桃宏景是一个政治家 因为他对当时国家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走向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当时这个梁武帝消炎经常在各个重大的节点向这个这个桃宏景来请教我应该下一步政策怎么走 每个月都跟他每个月都跟他出书信 所以呢很多国家大事都是桃宏景通过对皇帝的影响来来施加的 所以管他叫山中宰相 但是呢我呢还原他的本本源我把这个桃宏景定位于道一 他是我们中医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甚至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医的根源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您您说您当时您是西医出身 另外呢我想跟您说一说一点 我呢有些担心对我们担心的中医的未来还有些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今的西医的一些有识之事 认识到中医的这些优势之后 认识到补充很多补充替代医学的相对于西医学的优势之后 他们现在从西医里边独立出来了 这部分人独立出来以后 他们现在正在创建一个新的学科体系 医学体系 有别于我们中医 有别于西医 他们自称叫功能医学 这部分人如果以后他们成功了 在西方的话语权的体系下 我们中医又会被再次排斥 所以另外一个中医界面临的另外一个巨大的问题 除了要跟西医在这个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 我们还要担心 就是我们也更多的关注于功能 关注于灵魂 关注于神 但是现在西医的一部分人 从他的西医的科学体系下跳出来 来另创一派功能 功能医学派 他们研究的领域和我们中医的领域是重叠的 但是他们具有西方的科学背景和话语权 一旦在未来几十年 如果他们成了另一种主流的医学 我们的中医再次会被受到打压 所以诸位同仁当自强 我们如果有一天能够让自己的这个中医的这个话语权更强的话 才能够怎么说呢 能够把我们这个中国的好的东西传承下去 否则我真的担心啊 在这种西医原有的强大的科学体系 舆论体系下 再有了西医这帮人 另一拨人建立的功能医学 我们受到双重打压 未来我们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啊 说实在的很恶劣 面临着更大的竞争 韩博士语中心长 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呢 中医人一直是有一个认重道远的这么一个精神 也是有容乃大的一个胸怀 来发展我们的祖国的医学 那当然曾经有过一度中西结合的这种想法 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两个主体性包括系统的不同 理论出发点 着眼点的不同 所以还有很多地方是很难谋合的 就像要对一样 有的时候呢 就变成相杀了 而他不是一个相辅了 最后相杀了 这个东西就变成谁对谁错呢 就变成了一个主观客观的问题 这个问题从实际上来讲 也发生在这几年呢 在美国有个叫肝针的出现 肝针其实是美国的机械呢 他们早先在上百年前曾经有过用针不注射 去刺激也许是一些神经组织下面的皮肤而引发的一些效应 当然了我们从中医的针刺理论 可能它是一种阿世却 但是也不完全 因为根据的理论不一样 咱们根据的是气血 经络 他们根据的是神经 肌肉 所以呢 从西方的文化出发点的话 他们是从那个出来 只不过后来改用了豪针 针刺的豪针 这一点我们是怕它侵权 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在做针灸扎穴道 可是你说你是在干干针 就会有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来夺取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 对 所以我们要巩固我们原本的 也就是说我要扎好我的马步 就是说这是我的一个理论跟根据 其实才会有这个效果 而不是这个东师笑评啊 没办法学到原来这个精神 他就装模作样 但是我相信真经不怕火烈 是精子就会发光 咱们根据这样的理论精神 才会出这样的效果 就像烹饪一样 今天这个大厨 他的秘诀在哪里 就是里头的理论 根据一根实践 不断反复的出来得到的一个心得 那他炒出来菜 跟学 大家在那学 然后装模作样弄出来 不一样 谁知道 客人知道 我们的嘴知道 我们的健康对于药物的使用上 我们知道 所以今天如何要把我们自己的站稳 又能够科学化 我是觉得这需要很多国家的支持 社会人民各行各业 对中医复兴的一个努力 看把西医跟中医怎么 从桥归桥路归路 大家在结合的立场上 把各自的位置站好 也就是说 谁是军呢 在中国这儿 我是军 我说了算 因为这是我的医学 你的西医变成我的辅助医学 这个曾经在民国的时候 初期有发展过 那么当然西方是他的国家 我们今天入境随俗 我们是来做客的 但是不要忽略一点 就是他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世界医学 他的说话权已经两百多年了 所以我们曾经有过的三千年的说话权被夺走了 然后屈从于他的所谓科技 甚至所谓他的民主 所谓他的所有这些 这个就是在民国初期的时代 我们国人就是 一切千里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旧医旧文学 全都丢弃了 开始搞新文化运动 文化复兴 不错 要与世俱进 咱们新的东西可以发展创造 但是不要丢了根 就是我那句话 不要吃了魂 因为今天我们的道义 道义经 跟这个神龙本草经 皇帝内经 是我们的三分五点中的三大经典 也就是讲天 讲地 讲人 怎么天时地利人和 要从这三个经典里 不断去挖掘他的智慧 同时要诠释出来 与世俱进 用现代语性 我们不断的能够把它精进 不但要能够复古 还要能够推成初心 但是一定要先复古 要懂得古人在说什么 把他的经水找到 把他的神 五星学说 神这个经络 不能丢弃 只是要不断探索 要把他的奥秘发展出来 但是这一套东西不能丢 而且要不断的要加强 是的 这是我的想法 是的 多说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李老师 我的理念跟您是一样的 就是研究中医 一定要至少打回到东汉之前 一定要打回到汉代之前才行 用借助一个佛家的理念 佛家禅宗的理念 就是以心传心 不要用现代人的这种思维 去想古人在想什么 你要回到他那个年代 他的那个阴阳五行的这个年代 那个文化状态下 你在用古人那时候的文化状态 来还原古人是怎么想事情 怎么认识中医的 才可以 那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我来这个写的第三本书 还有我即将开的五云六气解读 辅行诀 我要借助于现代科学 在天文学和立法学上的东西 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 中国古人来研究这个天文立法 是如何如物于中医的 你要回到那个年代去 你才能知道 为什么这个辅行诀是六合辩证 张仲景是六经辩证 为什么是三阴三阳 为什么是五云六气 而他们用不同的名称 但他们的实质是一样的 刚才有个老师来提问 为什么心酸和可以化肝 心酸化肝也好 你要看这个五行诀的 这个叫汤液精法图 五行补蟹脏苦图病图 你看那个图 我以前专门讲过这个图 用公益课 大家如果还能还能找到 现在那个视频还有呢 他每一行都可以分成体和用 体就是阴 用就是阳 阴和阳结合 就像男女结合以后 孕育了下一代 下一代就是化 很简单 就是这样 阴阳化生了下一代 化不同于原来的阴和阳 化是中 他怎么个中啊 他带了一半阴的信息 又带了一半阳的信息 但是他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独立的个体 一个新的生命体 这就是化 就是这样 这个又有点像现代医学研究出来 这个基因学啊 就是父母的基因 他怎么形成一个新的物种 新的基因的组合 那么新的基因组合 他可能比原来的基因呢 更优秀 当然也有可能出现 因为这个问题 那么就更强化 比如定心 我们古兽就说定心不能前 就是因为他怎么 可能有一些这个干扰 所以的话呢 这个也是也是非常有意思 值得探讨的 值得探讨 对对对对 这些理念实际上造了的一个高峰了 都是相通的 这种基因呢 这种理念 跟这个中医是相通的 中医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层次 我认为就是到了五云六七了 他也是最高的 所以在这次五云六科的五云六七的 有一个有一个单元 我会单门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是什么概念呢 叫运气气质说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是我们说的体质学说 就是说 比如说王岐院士 他就学了一个 出了一本书 一个系列 就是说人体的体质说 就是说按照中医的这种理论 有九大类不同的这种体质 某种体类都是什么状态 容易得什么病 应该怎么治 是这样 那我呢 基于中医的经典中医的理念 按照五云六七学说 我现在提出一个五云六七 气质说 为什么强调是气质 而不是体质啊 还是我刚才说的 体质 它是体 它是因 更多的强调 更多的强调西医所说的那个物质 这个自身 还有这个结构 就是因的这个部分 而实际上我们中医强调的更多的 是阳的这个部分 是功能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说我们经常说 这个比如说 这位女士气质真好 嗯 是不是这位男士气质真好 这个气质是不是跟我们的体质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气质更反映了一个人的神 是不是这样 对 对吧 我们中医就是 第一个就是望而知之 为之神 对 要把这个神找到 那就是表示是上升 下来是气 对 然后再去这个 这个非常好 嗯 好 现在时间也进入了两个小时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 先暂时在这一次的阶段呢 您先这个做了一个开诚 以后呢 再铺开出来 给我们再开展讲讲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来我们华佗 医学研究会来给我们指导 您是教育部长 一起共同交流 说在这方面 要给大家做很多的功课 好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可以把那个录音关掉了 好嘞 嗯 好 感谢观看